那很多人呢都害怕结婚 害怕出小孩说会变的 然后变成黄脸婆 变得又胖 其实呢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 因为我们的科技太发达了 我们的生活太美好了 有很多人愿意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都生完孩子 月子料理公司就来了 那以后有各种书籍和美容用品 先进产品给我们使用 我就是最好的小白老鼠 请给大家分享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都是Nana 哇你也上榜了 对啊 这时候还有点胖 嗯 还有点腫 现在胖 对 来我们说一下 美丽老师我们想请问一下 您是大师吗 您看为什么这些人 或者说 哇还有董洁啊 对啊 他们这么像的新男孩子 那你看他们就 发挥了自己的一个特质 比如说他们都会让自己 看起来非常精神饱满 那也没错 这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你要发现 他们虽然都是化妆 可是基本上你从化妆里面 还是可以看到 明星本质的皮肤的特质 基本上就还是很精细轻匀的 对 然后肤色呢 你看都是比较统一美白的 我想问一下几位 其中有谁你们认识 可以分享一下 你觉得他们生前生之后的变化大吗 王真 我就认识李静 哎呀 那你没见过之前吧 之前没见过 所以啊 我觉得很奇怪 所有认识我的人 都说我生完孩子之后漂亮了 说我以前就没有一种味 跟 假想的 我想那个味是什么 出来就有了那个味了 我觉得啊 因为其实我虽然没有见过静姐生孩子之前 但是之前有去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看过静姐之前的照片 你记得那个字吗 怀孕的照片 不是 对 怀孕就结婚之前的照片吗 有一些 自己的人莫名其妙 那美妍老师认识谁 说一说 每个对你一下比较顺客 最近才见到杨兰 我觉得她长得特别漂亮 我觉得杨兰也是 其实比以前美味道多了 对啊 因为那天我看的是一个老黑在帮她化妆 然后把她装扮得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我特别 你知道我们这种人 就会去注意人家比较低贴的地方 我看她的穿着 我看她的发型 我看她皮肤 看她化妆 太漂亮了 那总结呢 说真的 如果我是总结 我就一辈子都不要化妆 因为你们真的不知道 她没化妆 就太漂亮了 对 我见过 然后眼睛鼻子都触在一起 就太完美了 就不化妆很好看 那静姐来讲的话 我也是最近发现 还越来越开了 我每次录节目之后 我就这样看她 我很好看女人 然后她问我 你是不是整容了 就不管是 我今天就跟你在一起 那我直接去整容呀 对啊 对啊 我误会了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瘦了 但我觉得 其实生完孩子的女人 一不能发胖 二点是不能有班 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起 一次头上会起一块 我那段就是把所有的美白的东西都翻遍了 然后自己总结了很多的妙招 以后可以分享给大家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一位后员也要求救 就是说 那如果有机会 能不能让几位来给她出这招 她能不能去摆脱这个黄 变得更白 更可爱 那我们来有请 今天会员有请 你好 你好 这个好漂亮 我要来先检查一下 对啊 她真的会很漂亮 对 你过来很有立体感 然后脸也很小小 谢谢 你觉得自己黄吗 黄 我很黄 比一下 你看 有中水 对啊 我很黄 别 别抢这个啊 那黄不黄 不由你说了算 我们听说 自己这有一测试卡 对吧 对 对